这是在板桥的行善面店 因为提供爱心待用餐 在当地相当有名 疫情前客人更是络绎不绝 但不能利用后 顾客少了一大半 三级警戒两个月业绩下滑 仍继续普通 新北市府听见业者的新生 宣布推出餐馆纾困计划 针对水电瓦斯等营运支出 或拓展营销 如行动支付外送成本 提供3000元的补贴 不过只能二选一 而且也是一次性的纾困 并且要在7月25号前 有在新北登记餐馆营业项目 粗估有17000家业者符合资格 感觉上至少我们市政府 还有在替我们百姓着想 没有说完全都没有 至少还是有补贴 业者肯定政府心意 但算一算每个月的支出 光租金就超过3万 电费1万元 水费至少1500 成本超高 这3000元帮助有限 不如小谷嘛 既然都市政府都有心 想要为餐饮业来 尽一点心力啦 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也会去申请 这也是新北第一次 针对餐饮业的纾困 只是尴尬的是 新北京发局说 相关计划还在筹备中 但因为市长在记者会率先宣布 已经收到许多业者的询问 但目前需要纾困的 不只卖吃的旅游业也很惨 交通部已经针对观望业提出纾困4.0 但业者希望能在超前部署 别只限5到7月 毕竟就算降级 疫情也还没消失 民众人在观望 出油景气要完全复苏 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